为鼓励花莲市各国中小学加强语文教育,提高研究及学习的兴趣 花莲市公所上个星期假日在住场国小举办了112年度的语文竞赛 今年有273位学生参加,市长卫家宴特别前往赛事场地来关心 也鼓励参赛学生保持平常心,发挥所学展现常才 花莲市112年度语文竞赛上个星期假日在住场国小登场 市长卫家宴特别到现场来关心同学们的比赛状况 首先要先非常感谢住场国小的孙中志校长 特别在今年借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场所 能够作为我们今年度的语言的一个竞赛活动 那我们这边有包括我们的语言竞赛有朗读 那有写作有作文有字音字写 然后跟我们所有的包括国语 那还有闽南语课语,还有原住民组的一些语言竞赛 那在这边其实我们办这项项目 那今年有大概270多位的一个学生来参加 那也希望说我们在这项竞赛的过程 能够让自己提升很多的一些语言的一些音译 包括我们自己可以强化自己 包括写作等等 那在这边也希望我们同学 那不管你的成绩如何 都是一个进步的开始 也希望说在这次比赛之后 能够自己精进自己的一些语言的一些文化 花莲市112年度的语言竞赛分为演说 朗读、作文、字音字形等有14个项目 比赛分为国小组和国中组 全部的参赛选手有273人 这次竞赛各组前两名将代表花莲市 参加8月25号在北浦国小举行的全线国语言竞赛 这里会欢迎市报导